废除大道收费战是西蒙竞选宣言的其中一项承诺 不过首相敦马哈迪强调 政府不会废除大道收费战 首相指出如果废除大道收费战 那往后道路维修和建设工作 恐怕都会出现问题 没错 敦马哈迪也强调 如果废除大道收费战 那政府就必须效仿其他国家调高燃油价格 或征收更高的石油税 最后将导致没有使用大道的人民都被迫买单 首相敦马哈迪正式表态 西蒙政府不会废除大道收费战 敦马指出西蒙当初在拟定竞选宣言时 并没有想过会真的拿下政权 因此不是以政府的角度来制定宣言 他表明政府不可能废除大道收费战 敦马補充 如果真的废除大道收费战 那政府只能从其他管道获得修建大道的资金 譬如效仿英国 征收高额石油税 但这将导致没有使用高速大道的人民 也被迫买单 人们不使用高额石油税 马哈迪是在印尼巴厘岛出席第一届 东盟领导人大会后 对随团采访的大马媒体指出 西蒙竞选宣言中的部分承诺 如今成为政府的负担 政府有必要再做检讨 MTBC综合宝道